我是說書人白編 天橋底下書書的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嗨 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我是白編 中址開季頭打失衡 同一次更寫下連續22場有權力打的記錄 聯盟也在18日公佈比賽要求檢測結果 第一次檢測恢復係數為0.574 第二次檢測恢復係數為0.571 雖然藉由符合標準 但數字還是 偏高了一點 還是中址的消息 本週受到封面影響 中址直到24日才在桃園台中兩地開打 其中桃園首度開放球迷入場吸引滿場2000人前來應援 而另一地台中則是滿滿的火藥味 甚至富邦楊頭所殺隊擊出拳力打的張志豪投出觸身球 接著兄弟楊頭米蘭達又擊中靈異拳膝蓋 雙方立刻有清空板凳 除此之外 觀眾席上有球迷向富邦悍將投手稱後問 以布雅字句辱罵 兄弟球團表示會加以調查 日後若有類似案件或旅券不聽者 將被請出場並取消購票資格 不要隨便罵人 母湯 擁有105年歷史的甲子園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20日確定宣布停賽 上一次取消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曾經赴日立拼闖進甲子園的吳東龍梁家龍的承接縣 都感到相當遺憾 SBO22日召開領隊會議 針對多項議題進行決議 包含外籍生確定可以參與新人選秀 並將改回單洋將制度 取消上下半季賽制 其中單洋將身高限制上限為203公分 薪資則是限制在一萬兩千美金以下 至於是否要加入滾動積分制及季後賽制度 仍待下次球團領隊會議進行後續討論 接下來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 曾執教尤塔爵士長達23年的傳奇教頭 Jerry Salon 2016年4月被診斷 罹患帕金森氏症與 路易士體失智症 23日傳出不幸事事的消息 享受78歲 他曾帶領球隊寫下連續15集 停進季後賽的紀錄 更贏得教皇的美名 來看到大聯盟的消息 去年MLB世界大賽冠軍 華盛頓國民宣布 他們將在今天 25日 透過遠端 連線的方式 在宣上舉行世界大賽冠軍戒指頒獎的儀式 這也是大聯盟史上 第一次獻上虛擬冠軍戒指頒獎儀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貼身體週報 還是中止的消息 本中受到送命 青龍桃園首度開放球迷入場 吸引滿場2000人前來應援的標效 到底誰先叫你說說看阿你說說看 你這樣怎麼錄啦 喜歡我們週報訂閱我們 訂閱我們 我們下期 en晚 protest 收視播 文字幕提供 結構 我們下期後 請 請 然後 請 請